你 二到八岁孩子更爱学的启蒙课 光高龙启蒙提醒您本期判决 今天终于可以逃出我妈妈的监管了 展示一下我的本领我的妈呀 我现在看到她是一个机器人对吧 完成完成完成 你得先播通哦 快点快点快点多 喂完成 完全不想出话 哇好帅啊 我希望我能用特种兵的品格来要求我自己 你准备好专家我们的挑战了是不是 是 不能浪费两手 谢谢 呱呱龙启蒙向上把少年下节更精彩 呱呱龙启蒙向上把少年 现在继续 向上把少年独家万名商 呱呱龙启蒙 二到八岁孩子更爱学的启蒙课 欢迎大家来到湖南卫视首档青少年成长 生活力挑战计划 向上把少年 大家好 那今天呢又跟大家见面了 我们一起还跟大家分享的是安全的这个问题 其实掌握了这些安全的知识啊 具备安全的能力会让孩子拥有的世界的范围会更大 啊 因为你的安全能力上来之后别人就会更信任你 家人会更信任你让你远行 朋友会更信任你出去闯荡 即便说有时候会有一些意外 但他都有足够的能力去克服 去渔越这个障碍 我觉得是很好的 好 一起让我们期待一下今天的少年们 会给我们带来怎么样的安全和安全感 首先 开启我们第一位孩子的挑战 有请 首先让我们请出第一位向上少年 居俊凡 欢迎你 青春终于可以逃出我妈妈的监管了 展示一下我的本领 别看我年纪小 一定会通贯无成 今天我对他的挑战心里很没底 我只有一个要求 安全第一 胜负第二 其实我好紧张 跟他分开 我就会有一种油然而生的一种焦虑 看得出来你有些焦虑和紧张 其实他相对还算是很独立 我很黏他 因为他出生的时候 呛羊水助了心生儿科 我就觉得是我的原因导致的 所以我对他有一种愧疚 我能理解 所以他不在身边的时候 他做一些决定 或者各个方面你都会很担心 对 那你今天来有什么目标吗 要是把五官都闯过 如果都闯过的话 有什么心愿 就是把我们的无联机赢过来 我们加油好吗 好 向上吧 少年 请在一分钟内 用桌上的手机成功拨通妈妈的电话 好 两三岁的时候就已经跟他收我的电话和他爸爸的电话 让他记住了 哦 我感觉他有点紧张啊 我感觉他有点紧张啊 我 好了 完成 你得先拨通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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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快点 拨通嘞 拨通嘞 喂 完成 哎呀 哎呀 完全不想通话 哈哈哈哈 挑战成功 恭喜 你怎么这么厉害 那如果有陌生人敲你的门说我好喜欢你 我给你蛋糕吃 你会给他开门吗 不会啊 我跟他讲过 这份我跟他讲过 那如果是姐姐过来说 快开门 姐姐送你一台无人机 你会给我开门吗 嗯 嗯 可以啊 可以啊 啊 失败了 哎呀 打脸 哎呀 太可爱了 可以啊 哈哈哈 啊 想了想 想了三秒钟 可以啊 请在两分钟内 安全的将陶瓷碎片扔进垃圾桶中 陶瓷 好吗 这样两分钟内 嗯 扔进陶瓷碎片 扔进垃圾桶中 走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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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陶瓷 哎呀 对对对 不行 不行 哎呀 对对对 不行 好吧 好吧 哎呀 慢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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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哎呀 别着急 别着急 慢慢来 别看别看 好了 看什么 不 那个时候要戴手套 没关系了 妈呀 我现在看到 都是一个机器人 对吧 他以为快就是好 你呃 真是 嗯 挑战失败 对 没事 无人机还有希望好不好 我没认真 其实我跟他说过 我用带子装过 有一次我还写了字 小丁里面有玻璃打烂了一个杯子 我他可能太小了 还没有这样的概念 他的所有的著重点全部都是在 时间内完成这个任务 对 请你在两分钟内 找出五处炸鸡店中的安全隐患 好 几分钟 两分钟 对了 来 请开始你的挑战 安全 这里 这里 啊 炉子 炉子 他几乎我 啊 慢一点慢一点 倒茶 啊 哈哈 最后一个了 炉子 好了 完成 确定吗 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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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师百确定 老师百确定 可以不检查一下 挑战失败 你怎么回事啊 他态度快了 来 第一个问题啊 刀叉为什么危险 怕挫到自己的肉啊 给我问住了 刀叉是也危险 但是对于这个炸鸡店来说 安全隐患在哪里 你看啊 首先你这个对的是因为地上有水 会不会容易滑倒 对 为什么冰箱要放一个 你给我解释一下 电 我冰箱很容易就起火 冰箱容易起火 那照你这么说 哪里都容易起火 你看冰箱的高处有什么 箱子 如果冰箱的闻 我经常开关开关 这个箱子会不会砸下来 会 那放不上去啊 你这么说 那你这时候放的也对 是不是 看这边 这个是对的 你能告诉我 你为什么在这放了一个吗 也会起火吧 你这个也会起火 你看这个电线 是不是露出来了 对 这是不是就容易漏电 这么多时间 对 我们不着急 因为时间是还有很多的 好吗 好 其实这是我们在教育当中 特别应该反思的 就是我们天天都怕孩子快 总嫌弃他们慢 磨蹭 对 就比如有时候 他吃饭比较慢 我就说快点吃快点吃 他有时候可能嚼都没嚼 吞了 所以他们也觉得说 快就是一个评价标准当中 有的时候是唯一的一个 对 请你在三分钟内解决情境中 所出现的状况 刀给我 给刀给我 很危险的这样子拿刀 关键的没有 来来来 我来帮你削 来来来 太危险了 你不能拿刀 削个梨子嘛 不能拿刀 因为刀会切到手的 你削不好怎么办 你要奶奶帮你削好吗 我真要一学呢 削梨子 还是奶奶帮你削对吧 就是这个奶奶就很危险的 他那个 看了这个刀 而且人根本就塑料的 哈哈哈 塑料的也怕呀 也是刀 对 对 还是给了一只关奶奶 他说扎到眼睛啊 扎到喉咙都很危险的 对不对 这位小朋友啊 对 你看看你多懂事 太好了 太棒了 爹爹 去帮帮糖吗 谢谢 哎呀妈呀 我觉得这些东西 我都跟他说过呀 我跟他讲 不要随便接受陌生人的东西 嗯 这帮帮糖 奶奶奶帮你 帮了帮了帮你帮了 哎呀奶奶帮了 奶奶帮你帮 要把要把棍子把它取掉 这棍子也会扎到眼睛 对 血到喉咙 都是不好的 棍子都要 我吃另外一个东西 来 你也就慢慢吃啊 你们家都是这样吃就最好 这样就安全一点 对不对 对 嗯 爹爹 给你喝酸奶 哎哎哎 这酸奶不能喝冷的 来来来 要加热的才能喝这么冷 从冰箱里面给他拿出来 都吃了会肚子痛 冷的好喝些 不能会 冷的会肚子痛 对对对 都是冷的 不拿肚子 就是酸奶 放到热水里面会坏掉的 不会坏的 你们家也是这样吃的吧 嗯 对 你看见没有 因为我妈就是这样做的 她就 我们家是把酸奶放到冷气片上面吃的 哦 那是放到冷气片上面的 是 我们家就用开水烫一烫 不过酸奶 在这里别热 完成 他就自己在这里完成 好 我们来听一下这一层的挑战结果 第四层挑战失败 就知道 其实我为什么给红灯 有一个原因 他认为大人说的是对的 他是按照这个思路在走的 对对对对 他没有去想说正确的是什么 但是我们今天在讲安全的时候 有可能我们要做的是正确的事情 而不仅仅是听大人说的 我跟他讲过不能接受陌生人的吃的 就这一点我真的不太能接受 因为我跟他讲过不能接受陌生人的吃的 你可以拿着 但是你可以不用吃 你就说谢谢我现在不吃我拿着 我觉得你就是那个不在重点上 他也没有吃 他我觉得他是出于礼貌 说谢谢就拿着了 因为他今天在节目录制现场 他也知道这是一个非常安全的环境 我觉得他是有这个判断的 那如果说在外面 比如说一个人特别聚集的地方 突然有一个人给他塞一个糖 说你吃 他如果拿 这是绝对不可理的 这是绝对问题中的问题 我觉得他的安全感 比你可能还要足一些 一个焦虑的母亲 确实是会传染给孩子这些情绪 对吧 我们也不希望孩子以后 也变成一个就非常焦虑 总觉得哪里有问题 不知道哪里有问题 就是觉得这个世界充满问题 其实我觉得这样的人生 也是非常不安 就让人 那我们现在要解决的是妈妈的问题 你 请你在四分钟内发挥想象 创意装饰安全头盔 装饰一下 创意把头盔做得很好 那边 那不行 要这个是吗 对 你拿这个 你看看 就是她的每个脚步我觉得都好急啊 人家好紧 人家还想快点 人家怎么办了 我知道了 往里面快点快点快点 快点快点 先不要急 我有的时候我看见她那个的时候 我就好想冲过去跟她讲 对不起 怎么搞啊 从这个样子了 好 我们来看一下这一层的挑战结果 就知道了 恭喜你今天挑战成功 你的愿望还能实现吗 你觉得今天 不能 不能 下一次再来 再来吧 好 我们留下一点遗憾 我们下次再来 来迎接你的无人机好不好 好 继续努力向上 下次见 拜拜 她真开心 我一直检讨的就是我自己有分离焦虑 像我四岁才让她上幼儿园 七岁 打算七岁再上一年级 就都会晚一些 对 就是因为我担心她受欺负 我担心她处理不好一些事情 我担心她包括刚才就像奶奶那一关的那个社交 我很担心 在她读幼儿园的时候 我就会去了解那些家长他们的底细 他们的孩子是什么样的 其实大概心里会有个底 会提前跟她说一下 有些小朋友你可以跟她走得更近一点 不放心 对 但是前一段时间比她大一点的孩子欺负她 她就不知所措了 但是我当时就跟她说了 我说首先第一 你不要哭 第二 你要学会自己冷静地去处理 第三 斗不过她 你可以跟她做朋友 可以跟强者在一起 寻求她的帮助 第四 高老师 第五 再来找妈妈 妈妈可以帮你兜着 你刚才已经说到了 你说让她第一 第二 第三 第四 第五 才是找妈妈 这个可能是对于一个十六七岁的孩子的要求 我觉得如果你在她旁边 她可能心里面就有一种非常笃定的状态 这说明她就去做很多事情的安全感 其实是来自于母亲的陪伴 但实际上我特别想说你不是在保护她 你知道你在保护你自己 你坐在这儿话这么多 其实你是心神不灵的 对 其实我看着她我好想冲过去 我刚才甚至有想说 你不会这样 我不是跟你说过的吗 有这种话想脱口出 但是我后来想了一下 我在这儿喊她听不见 要是能听见 我觉得孩子还小也不用操之过激 我是觉得现在有一点好像过多的陪伴了 她显现出了一种过度保护的状态 就是离开你以后有点不知道怎么处理问题 我觉得这个如果再这么继续下去 可能对孩子是不好的 就反而不是我想要的那样 就是她可能自己完全没有办法去独立处理问题 就是相比较 孩子依赖母亲 其实很多的母亲她过度地依赖孩子 那其实将来我们跟孩子总是会分离的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上面 我们一定要提前做好充足的心理准备 就是我觉得父母离开孩子 我们要能够过得非常的快乐 孩子将来离开我们也能过得非常快乐 我觉得这才是非常健康的一种亲自关系 我们轻松点 轻松点 一点吃帮帮糖吗 谢谢 向上吧少年 有请下一位向上少年 彭子涵欢迎你 好帅 我喜欢挑战 越难的题目越具有挑战性 她平时都很自律 自己的事情都是自己做 所以这一点我非常放心 我看好她 嗨 哇 你为什么穿了一身这样子的衣服来 我希望我能用特种病的品格 来要求我自己更加坚强 那你觉得你对自己做过最严格的事情是什么 我认为是每天早上五点到六点钟就能起来跑步做早餐 每天早上五六点起来跑步做饭 她是基硕的孩子 基本上周末和寒暑假的话全都是按这个时间来做的 现在还一直在坚持吗 在学校的时间的话就可能没有坚持 但是在家里的话每一天都是这样的 除非是狂风暴雨 毛毛细雨还是坚持去跑 这真的是刮目相看 太难了 太难了 这个真的是 我们都是以自己的言传生教 我自己怎样做的 就再去要求孩子 如果你自己都做不到的话 你再去要求孩子的话 她肯定不会挺你的 妈妈都是怎么自律的呢 因为我小时候在农村嘛 家里面很穷的 像要放牛啊做饭啊做家务啊什么都要做 我一般都会节约时间 在放牛的时候我就会带着书本一起看 要背的要读的 妈妈这番话让我想到 我在工作当中会遇到很多的家庭 通常情况都会遇到一种说 妈妈就会说你看我小的时候没有这个吧 我就希望她能学会 但是这位妈妈她说的是我要有了 我才能够要求她有 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反差 就是你们真的是做到了 才有可能成为孩子的榜样 特别是自律 一定是父母言传生教和榜样的结果 向上吧 上演 请你在一分钟内穿戴好桌上的运动护具 帅得很 真的track 膝盖的 sei ст 宝寝 好难呢 不过就是手臂的还是膝盖的 这个这样 因然手手还在弄膝盖的 哎呀 好 我们来看一下挑战结果 失败 挑战失败 失败在哪儿 应该是在腿上的吧 但是你戴在了胳膊上 它是会很大 在胳膊上没有办法保护 我发现你在等结果的时候 你会把手贴裤缝 重心向前 为什么 这一本是卷须使用做的姿势 所以你生活里的每一次等待 或者是站在那里 下意识都是这样子的吗 太厉害了 这种自律 值了 家里是有人当兵吗 没有 我们不是军人家庭 我是来自仁村的 现在自己在打理的自己的企业 妈妈是企业家 是的 所以平时也很忙碌 我的时间非常紧 几乎没有多少时间管她的 但是呢 周末我一定会抽时间陪她一下 请你在两分钟内制作一道糖拌西红柿 这个对她来说应该是小额客 因为我跟她爸爸都出差了 留着她一个人在家 我在视频教她怎样煮面条 她现在都可以做什么菜呢 牛排啦 麻椒炒肉啦 炒香肠啦 揭汉堡啦 这些应该都会 哎呀 这个刀太小了 对她可能是用惯了家里的大刀 这个刀也太没有诚意了 增加了她的难度 我平时都不用这么小的刀的 瞅不上 倒计时30秒 卖相不好 好 倒计时10秒 太多了 完成 挑战成功 恭喜 来 品尝一下好不好 我看到你猛往上面撒糖 你平时在家里做的糖拌西红柿 都是放这么多糖吗 平时我一般会把糖 放到水里先弄一下 为什么先放到水里 因为我 这样子直接撒上去 其实是 我认为是 这就有过程很滑 她有时间概念 她知道时间短 不允许她做什么 为什么一定要把它吃光 不能浪费粮食 哎呀 我们在家平时都不浪费的 哇 真好 她第一次做饭是什么时候 大概是九岁的样子吧 跑完不回来以后 有一天早上叫我们起来吃早了 是她自己主动做的这个事 自己主动的做了早餐 哇 当时惊讶吗 这没有什么好惊讶的 因为我自己在 六岁的时候就开始学做饭了 快觉得快学到晚了 晚点 是吧 对 你怎么这么烦 站好 站好旁边 你说 你以前像军寻一样锻炼你自己 有没有这回事 有 从现在开始 我要你只回答 是 或不是 听懂了没有 听懂了 你准备参加我们的挑战了 是不是 是 欢迎你来到我们 上上社区安全支持大挑战 你将会 听到不同的声音 并且判断 这些声音 是在什么样的场景下 产生的 选出对应的力牌 你听懂了是不是 是 好 第一道音乐 你确定了吗 确定 边有边的样子 把它举起来 自限的举起来 正确 第二道听 音乐 起 想到了就把它举起来 听懂了是不是 是 你确定了吗 你确定了吗 确定 把它举起来 好 第三道题 我做错了 刚才那一道 军 是冰 就不要后悔 世界上有后悔样吗 凭不让人家后悔 还没结束呢 第二道音乐 再来一次 你要的音乐来了 快选择 警察 第三道题 音乐 起 我觉得他还蛮适应这种训练的 他也蛮同入的 好 下一道题 音乐 起 挑战成功 朋友恭喜你 对 你说的兵 我恭喜你 快领奖 谢谢 不用谢 好 拜拜 拜拜 我其实很温柔的 哈哈哈 请你在三分钟内解决情境中所出现的状况 可以 你出来呀 你别怕 老师不是坏人 哎小朋友 这个妹妹可能是迷路了 但是她有点害怕我不敢跟我说话 这个她应该没问题 两岁多的时候我们就给她拜到尖采市场去了 小妹妹 小妹妹 你家住在哪里啊 嗯 有点不记得了 那你记得你是从哪里走过来的吗 就是在你商场大楼的出口 那我们去商场大楼找那里的警户人员 看一下你妈妈往哪里走了好吗 但是有点害怕 那你妈妈来了你就不怕对不对 那我叫警察叔叔来把你妈妈带过来 然后你就跟着妈妈回去好不好 好吧 请问你有电话吗 有 你们要 拉给警察局要她妈妈来接她回去 喂 10吗 等会儿警察叔叔就来了 可以吗 今天幸亏有你 刚这个小朋友都不跟我说话的 过奖了过奖了 我只是顾路帮帮忙而已 挑战成功 恭喜成功了 好孩子 你有过类似的情况吗 我自己留过 然后我自己回来了 那是你打电话给了警察叔叔吗 我是自己问了问那个地方的人 我问他怎么走 然后他就带我回了我的家了 几岁的时候啊 两岁多的时候 两岁多的时候 两岁多的时候自己为人走回了家 整个市场里面的 应该外人不是很多 但是他不跟莫生打交道的 当时我们是这么教他的 嗯 请你开动脑筋 在四分钟内 利用创意屋的工具 帮轰仔熊制作可漂浮的救生装备 哦 他这个应该会 他以前参加过了个水分救援的 哦 你觉得小熊现在心里在想什么 哎 不是很舒服 哈哈哈 到底还是个孩子 哈哈哈 我觉得浮应该能浮起来 但确实就是应该不太美观 哈哈哈 也不太舒服 请问我可以测试吗 哇 可以 你可以尝试 直接放上去的时候 他是好的 给他背面放上去 试一次 他还考虑了一下用户感受 你看他一下就坐起来了 嘿嘿嘿 好厉害 挑战成功 嗯 好绿子好重哦 恭喜你耶 好厉害 思维非常的完整 恭喜你 获得我们向上班少年生活力四星的奖牌 我觉得这次获奖非常的荣幸 我学到的东西比遗憾更多 我以后会继续努力 希望以后的生活继续努力向上 好吗 好 太棒了 那你会对他有要求 我一般的不会提要求 我只会跟他讲 你看妈妈小的时候 我们那时候是什么样的生长环境 什么样的条件 我十七岁就来到了城市 在超市里面打工嘛 当时 一般的工资好像就一千多块钱一个月吧 我当时就能拿到五千 我同时打三份工 如果你像妈妈一样努力的话 你肯定会比我要好很多很多 嗯 我每次跟他讲 爸爸妈妈应用的财富是爸爸妈妈的 不是你的 我只非负责你教育的问题 他跟我说了一句什么话 爸妈你放心 我不会看上你的财富的 我是要靠我自己来创造的 即使你再有钱你留给我也没用 嗯 这点我是同意的 就是逆境中自律 那不叫自律 那叫求生育 顺境中自律 那叫真的自律 你看这个孩子 现在妈妈也是企业家 家庭条件应该都是相对来说 非常不错的 我觉得妈妈有一点就是说 希望她能够成为一个超越自己的人 我觉得这方面的期待要放低一些 因为相对来说 我们都是属于说比较努力的女性 然后自己也是取得了一定的成就的 说实话 超越我们确实是非常的难 小儿姐这些话不是应该我们说 小儿姐还是太优秀 我是觉得这么优秀的孩子是不需要有参照物的 就是不需要有一个比较的标准的 我觉得她有这么好的自律的习惯 有这么优秀的品质 我觉得她可以说完全以自己的标准来衡量自己是否成功 我们总是相信一代要比一代强 就这个强有时候它的标准是非常单一的 比如说是不是说一定要创造比我们更多的财富 或者是社会地位 才能证明它是超越我们的一代 我觉得现在我们可能更多的希望孩子 比我们这代人更快乐更幸福 至于是不是能在成绩上或者成就上超越我 我自己本人是不是太会去强调或者是要求的 这只是我跟你来探讨的一个小小的点 我结束您的观点 至于其他的一切 一切的那个我没有办法评价 我养不出这么自律的孩子 我确实是敬佩欣赏 折服 不能浪费凉水 谢谢 向上吧少年 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们再见咯 2到8岁孩子更爱学的启蒙课 逛逛龙启蒙提醒您下期看点 逃得好快 小脸宝 我是挑战达人 我那是别人叫孩子 疯过衣服吗 从来没疯过衣服 天呐 他在咽口水吗 他可能万姐闯光呢 现在 挑战达人现在不行了 怎么回事 可能可以 东北小伙多帅 会说断子吧 我里边处处都会断子吧 交朋友 你觉得你最大的优势在哪 长得好看 你妈都听见了 我好像要李扬 向上吧小少年 穿过一扇扇的门 前进的小少年 找寻自己的人生 用双手去揭开 生活无数的遗忘 一路学着长大 乡下一站汽车